众所周知,鬼杀队员在通过考核后都要量身定制队伏 每个队员的制服都各具特色 不同的制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并且还都对应了个人的出生或者遭遇 鬼杀队伏是统一的黑色利领制服 背后印有面子 款式则是大正时代学生制服 为什么要选学生制服作为队伏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今天带大家来考察一下鬼杀队的制服隐藏的秘密 其实在战国时期鬼杀队是没有统一队伏的 但到了大正时代鬼杀队不断壮大 为了方便管理,更好的灭鬼才统一了队伏 而大正时代因为禁止带刀上街的缘故 队员们需要尽量避免被警察逮捕 在队伏外加个与之就能很好的把刀隐藏起来 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学生无异 就算是集体行动 也会被认为是学生在举办活动 并不引人注目 不过在大正时期比较流行的服饰中 还有合服搭配帽子这样的日式混搭 和完全西式的正统西服 但鬼杀队员大多都是年轻人 学生制服更加符合年龄 因此学生制服才是最佳的选择 为了方便行动 鬼杀队将制服做得更加宽松 男士的下身是容易下蹲的日式野库 女士则是摆折裙 腰部也设计了腰带用于别刀 鞋子也和传统的木鸡鞋不一样 脚后跟也有着束带防止脱落 小腿上的绷带可以缓解肌肉的压力 在战斗中可以很好的保护小腿 对服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战斗需要 虽然对服看上去很普通 但其实是用特殊材质制作而成的高科技 透气性良好 不易打湿也不易燃烧 十分结实 还能抵御杂鱼鬼爪鸡和牙齿的撕咬 对能力较弱的鬼杀队菜鸟 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普通队员们的扣子是银色的 而柱则是象征最高等级的金色 并且柱的队服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做一些修改 因此每个柱的服装都较为特别 那么柱们的队服里都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炭之狼是普通队服 外批黑绿相见世松纹的羽之 而炭之狼一家除了迷豆子外 和服上也都有世松纹 为什么会是世松花纹呢 其实这有着深刻的寓意 世松花纹年绵不绝永不完结 寓意着永恒和子孙繁荣 同时也有祈求必胜的意思 而炭门家族是个历史悠久的家族 是日之呼吸的继承者 炭门家从先祖炭吉就已经在穿世松花纹了 也正因如此 炭门家从古至今都人丁兴旺 炭吉又有一子一女 而到了炭石狼这一代更是达到了鼎盛 又有四子二女 善意是普通队服 外批黄色灵纹羽之 可能有人会问善意不是三角纹羽之吗 为什么会是灵纹呢 其实由三角纹上下左右排列而成的花纹 在日本称为灵 而灵纹和蛇灵片十分相似 蛇会褪皮 所以灵纹也寓意着恶运消除再次重生 在日本三角纹代表着魔物或疾病 也因此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发现头戴三角白布的角色 这其实就是鬼魂的象征 并且在古墓的壁画和陪葬品中就发现过这样的印记 据说这是恶魔的印记 把这样的印记带在身上 反倒有着不被恶灵所缠绕的含义 另外灵纹与龙蛇信仰也有所关联 传说福岛县有一名叫安征的和尚 在赶路的途中借宿在某富豪家中 而富豪的女儿清姬对安征一见钟情 便展开了强烈的攻势 而安征是一名和尚 便带着困惑的讲出自己要去参拜 以后再回来这里 可安征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来 知道安征逃离后的清姬十分着急的追赶 当来到日高川时 由于无法渡河 便化作蛇准备游过去 好不容易来到了寺庙 找到了安征 可安征一看是蛇型妖怪 吓得藏在了钟里不愿出来 而清姬见安征如此 便恼怒的口吐万丈火焰 将恋人和钟都烧成了灰烬 其实在日本女性化为蛇之类的故事还有很多 所以灵纹在日本也是很常见的花纹 像武家的郑宇之和能月服装都会使用 善意的宇之与师傅三道慈五郎是一样的 应该是被爷爷收留后所赠 还有善意腿部的绑带竟然是可爱的蝴蝶结 在鬼杀队中是独一无二的 目的是展现出可爱的一面 吸引小姐姐的关注 十分符合善意的个性 一只柱是队里唯一一个不穿上衣的队员 一只柱的感知能力很高 对触觉非常敏感 在森林里从小就已经习惯了不穿衣服的生活 穿上衣服就会有拘束的感觉 所以才会只穿了裤子 但如果可以选择 我是说如果 他应该是连裤子也不想穿的 一只柱的腰部也没有用来别刀的腰带 而是围上了瘦毛 脚上也裹着瘦毛 应该是想要展示出自己森林之王的气场 对于随时都要足突猛进的一只柱来说 不穿上衣确实也更加方便 香奈乎穿的是全套西式洋服 下身是可爱的摆折裙 搭配洋皮靴 裙子比蜜离要稍长一点 上身也并不暴露 估计是老色批前田被抵制后改良过的服装 其实在入队考核时 香奈乎还穿的是日式和服 以香奈乎的个性是不会特意去买披风和靴子 因此应该是蝴蝶忍对妹妹的偏爱 亲自挑选搭配 不得不说人姐姐的眼光真好 悬迷是普通队服 外加紫色的无袖和服上衣 无袖上衣是悬迷儿时的衣服 应该是母亲买给她的 悬迷为了纪念家人就一直穿着她 实名的队服是具有功能性的特殊队服 袖子是七分袖 比普通队服短一些 是方便自己割伤手臂流血 又不会破坏队服 外搭一件背后写着沙字的白色短款雨姿 这个沙字代表着实名对鬼抱有超乎常人的杀意 穿上雨之后还是会露出一截伤痕累累的手臂 实名有着能让鬼追久的吸血 这些伤痕都是多年来的战斗勋章 也是她的保密服 在还没有进入鬼杀队之前就多次帮助她大难不死 而胸前敞开则是更加方便行动 腿部则是搭扣皮带更加紧实 因为实名使用的风之呼吸 可以将风刃缠绕在足部作为体术使用 因此需要更加坚固的皮带来保护腿部 其实实名在儿时穿的是和母亲合服一样的花纹 不过在亲手杀死母亲后因为内心的痛苦而把带血的雨之给丢掉了 信手狼是普通队服 外批火焰纹样的白色雨之 炼狱家族是炎柱世家 火焰雨之也是代代相传之物 自古一来火焰就被视为神圣之物 用来防御恶灵代表光明 大哥就是热情似火燃烧生命的人物 无依狼的队服是特别定制 是宽大到能全部遮住四肢的合服款式 腿部也没有绷带 其实瑕疵呼吸的精髓就是让人琢磨不透 为了隐藏手的位置和关节的方向 让敌人无法判断预测他的招式和意图 小巴内是普通队服外批黑白条纹调为宽大的雨之 其实黑白条纹在日本并不是传统文样 而在西方黑白条纹则是球服的花纹 代表着叛逆 年幼时的小巴内一直被蛇女鬼囚禁 如同囚犯一般根本没有自由 黑白条纹雨之也暗示着小巴内的不幸童年 因为家族侍奉蛇女鬼而坑害普通人类 这让小巴内认为自己的血液十分肮脏 感到自我厌恶 加入鬼杀队是为了洗尽自身流淌的污浊血液赎 而黑白条纹雨之就是小巴内给自己上的一道枷锁 直到蜜梨在酒注会议上遇到了蝴蝶人 才发现了自己被骗的事实 害羞的脸全红了 其实在大正时代 女性穿着暴露的服装是被人所布置的 而小巴内为了让蜜梨开心 还特意挑选了一双绿色调纹长袜 帮蜜梨遮住大白腿 蜜梨的纯白雨之虽然没有花纹 但其实也有很深的含义 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 日本的婚服和西方的婚纱都是白色 蜜梨是性格单纯、想要恋爱的少女 几次相亲的失忆 让蜜梨极度希望可以遇见对的人 白色的雨之其实也代表着蜜梨 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憧憬 就像蜜梨与小巴内的两情相悦 两人的感情至死不渝 来生共序前缘 易勇虽然是普通的制服 但颜色稍有不同 身上的雨之一半是师兄枪兔的遗物 另一半酒红色是姐姐富高鸟子的遗物 在易勇的心里两人都是最重要的人 枪兔的雨之花纹是龟甲纹 寓意着长寿吉祥无病消灾 而易勇也是为数不多活到最后的住 在大战后昏迷了很久才醒 应该也是冥冥之中受到了师兄雨之的保佑 蝴蝶忍穿的是颜色偏紫叶点的男士制服 身披蝴蝶图案的雨之 就连法式也是蝴蝶 腿部也是蝴蝶纹绑腿配上了可爱的蝴蝶结 显得非常可爱 蝴蝶纹路寓意着健康成长 绳子轻盈的蝴蝶忍跑动时 袖子和下摆舒展开来 真的就像是一只蝴蝶在飞舞一样 虽然姐姐希望她能够退出鬼杀队 作为普通女孩活下去 但忍并没有听姐姐的话 而是一心想要为最爱的姐姐报仇 最终忍化剪成蝶成为了独当一面的虫柱 为什么蝴蝶忍会穿着男士制服呢 其实最初蝴蝶忍收到的也是女士制服 跟蜜蜜是同款 忍一气之下便把衣服给烧了 穿起了男士制服 老色批钱田也受到了重大打击 不仅如此 就连蜘蛛衫出现的女队员 穿的也是男士队服 看来钱田确实不太受欢迎 女随的队服是无袖款 露出了结实的手臂 健壮的体格一览无余 显得非常霸气 手臂带有金子做的臂环和手镯 手腕处还戴着防滑手套 腿上的绷带是酒红色 和使用的双刀刀柄的颜色一致 搭配起来更加华丽 其实原本作为忍者出身的羽随 本应该是低调朴素的风格 因为忍者大多都需要隐藏 或者伪装自己 而鳄鱼老师还特意把华丽 作为了羽随的设定 更好的贴合了羽随的个性 其实羽随根本就不适合 作为一名忍者 悲悯雨的队服 前胸也是敞开的 似乎身材壮硕的队员都愿意敞开 里面有蓝色和服礼衣 袖子也是七分袖 会露出经脉抱起的肌肉手臂 看上去就非常强 而他却身披印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羽知 手里还始终拿着佛珠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传说南无阿弥陀佛中 蕴藏着神奇的力量 这种力量虽然不能用言语表达 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就像悲悯雨从小就在室内长大 拥有一颗慈悲之心 像大佛一样屹立不倒 而作为鬼杀队最强的柱 体内也蕴含着神奇的力量 好啦 关于鬼杀队制服所有情报考察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你们的鼓励是我制作这系列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